亲爱的社区朋友们大家好 本周外汇市场消息面清淡 严设这个话题再次席卷而来 希望这个夏天能够尽快凉爽起来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社区竞赛 每周五我们与您准时相约社区竞赛 下面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竞赛进展状况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竞赛结果 7月接近尾声我们正在评选最终的结果 但是在6月份的文章竞赛之中 来自英国的Marina荣登榜首 获得了1800美元的奖金 再来回顾一下交易者竞赛的结果 来自西班牙的Weather 640 在6月份的交易者竞赛之中 获得了6000美元的奖金 同样7月份的冠军 我们正在密切评选之中 请持续关注 下面来看一下杜格斯贝加利大赛 首先来看一下排行榜 我们看到目前位居榜首的 是来自乌克兰的 Weston Consultant小姐 目前她已经获得了679票 粉丝达到了706位 恭喜她 紧追击后的是来自白俄的 Nathalie Miyazova 而来自俄罗斯的Allens 94 也毫不逊色 为我们带来了别样的美 再来回顾一下本周的最后一项任务 90年代风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姑娘的好评 收到了不同的 具有90年代风格的照片 姑娘们努力展示自己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吧 您将有机会获得9月份的日内瓦之旅 还将赢得免费奢侈品购物之旅 最后来看一下扑克大赛的结果 在每周扑克大赛之中 恭喜来自乌克兰的Vitfolks 获得了500美元的奖金 而在每日扑克大赛之中 恭喜来自斯洛伐克的Big Shot 获得了125美元的奖金 好了本周的社区近在 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